既然总督大人执意不相信我 那我就告辞了 你想走 我今天就在这弄死你 怎 怎么回事 总督大人 你现在身重剧毒 即便东海精灵也救不了你 林峰 是我错了 快 快来救我 墨邪真的 没错 墨爷在将东海精灵交给我时 已经奄奄一息 多亏了墨邪 要不然今天 我也不可能见到东海精灵了 师兄 你也别太伤心 墨爷被你从小养到大 当然要用命来报恩 可怜了墨邪 总督大人 林峰 你终于来了 这里面就是东海精灵 这里面就是东海精灵 这不是东海精灵 什么 师兄 他是 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个 仙人的徒典 林沈医 神医 一个连东海精灵都不认识的人 也敢号称神医 师兄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难道都在骗我吧 我骗你干什么 这根本就不是东海精灵 这盒子里东海精灵的气息 但这盒子装的 却是南海黄岭 放屁 东西是墨爷拼死拿到的 一路由我护送来的人 怎么可能有问题 难道你想骗我师兄 放开他 小子 小子 我告诉你 如果治不好我师兄 我就杀了你 北方 你刚才说南海黄岭 是什么意思 总督大人 南海黄岭与东海精灵极为相似 但却没有东海精灵的药理 这盒子里 明显有一股鱼腥味 没有东海精灵的清香 所以 放屁 明明是你这个废物没本事 我师兄要是有三长两短 我要你一起陪葬 林峰 你说实话 东海精灵到底有没有用 有用 但这是南海黄岭 放屁 师兄 这种江湖骗子不可靠 还什么给你续命两个月 我从西南给你请了一个大师 黎木大人 请您进来 枫阳大人 南江古医 我们南江医术 可比你们中原 自称正统的医术 好了不知多少倍 总督大人 您现在身体虚弱 只能滋补 若是用古术 你的身体恐怕 放屁 我看你就是想害我师兄 若是总督大人用了他的古药 今晚就得暴毙 师兄 如果不是这骗子用什么虚命术 我师兄的身体强壮剑术 何至于现在 李老师 请为我师兄枕脉吧 我们古医不需要枕脉 大人 只是要把这药丸吃下 里面的蛊虫 会替我枕脉 大人 您的筋脉受损 您的筋脉受损 是上次给您治疗的那个医生 动了手脚 你不需要 刘虫 我待你不薄 你竟敢害我 嗯 总督大人 您的身体 绝对不能 您的 林牧大师 想给我一个罪毒的蛊虫 我也让它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此乃命损果 有五万颗弑星虫卵在其中 吃了它 一日夜夜 都会遭到 弑星虫的折磨 小子 敢冒充神医来害师兄 我看你是活腻了 是你 是你拿走了渡海精灵 你手上有渡海精灵的香气 总督大人 是他 你敢无限我 哼 林峰 枫阳是我二十年的师弟 他怎么会抢走东海精灵 总督大人 东海精灵有一股沁香 南海黄林则是心臭 不信你可以闻他的手 师兄 您怎么信这种江湖骗子的鬼话 要不是他您也不会 师弟 东海精灵是不是你拿的 师兄 可能是我拿的呢 我还请了西南明医给你看病 您别受了那小子的挑唆 嗯 那就先请黎木大师给我治病 大人 您体内经脉受损严重 又被人封住了几条经脉 所以导致内力运转不差 之前给您治病的医者 真是心肠怠毒 想让你死 想让你死啊 嗯 师兄 您让我杀了他 这小子存心害你 我没有想要害你 放开他 等会我要问问他 到底是谁让他想害我 大人 此乃白木灵丹 是由十种补药 和十种毒虫精华炼成 嗯 最能自补精脉 大人 千万不能吃 此药有吸毒 不出一炷腺的时间 您就会没命 闭嘴 师兄 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错 我的内力 缓缓再增加 黎木大师 谢谢你 李峰 这谁指使你来害本总督的 说 不然你就准备 让整个苏家和江家给你陪葬 总督大人 排木灵丹有剧毒 有剧毒 那我怎么浑身舒畅 你上次给我续命之后 带给我的虚弱感 全消失了 既然总督大人执意不相信我 那我就告辞了 你想走 我今天就在这弄死你 怎么回事 总督大人 你现在身重剧毒 即便东海精灵也救不了你 林峰 是我错了 可爱快来救我 哈哈哈 师兄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至于这个小子 就当是杀害总督的凶手 哈哈哈 救你 这个臭小子已经自身难保了 林峰 只要你死了 我再趁势杀了这小子 总督的位子就是我的了 哈哈哈 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虫无足央 按理说万虫早就该啃食你的内造 你怎么还 那种雕虫小技 你敢用在我身上 创枪做事 我等着 看你被虫子一点一点吃掉 就剩下一堆白骨 林峰 我对不住你 我 嗯 峰洋 是我小瞧你了 师兄 你不是告诉我心思不定难成大器吗 今天我要你看看我是怎么成大器的 哈哈哈 送他们上路吧 免得他那个徒弟回来 莫邪 莫邪没死 不死他也救不了你 去死吧 哈哈哈 你 你是谁 你怎么有这么深厚的内力 我只是个医生 我只是个医生